沙云海对于钱生成反映问题的态度 也是心领神会 他需要这样一个人 虽然他在梁牧县的调查 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 吴一群于飞这两个主要领导 也没有使什么办 但像钱生成配合的这么彻底的人 还是没有的 况且钱生成身为常务副县长 经手很多的事情 他的权力配合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因此沙云海不断地适时赞扬他的觉悟很高 为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并对他许诺 待调查结束时 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时 会考虑他的立功表现 经过联合调查组细致入微的调查 梁牧县政府四年来 采取化整为零 和将集体农用地 视作国有未利用地等手法 非法地审批土地 面积达到6785.5亩 其中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土地 6020亩 调查组人员同时开展了 对相关责任人的腐败行为调查 但除了查出来几名科技干部 存在不连接行为外 没有挖出让他们感到振奋的群钱交易大案 那么在提出处理意见时 就让沙运海感到有些难办了 像这样涉及到非法用地的案子 通常都和主要领导 以权谋私有关 通常都会牵扯出腐败大案 可是调查组 确实没有查到这方面的大问题 让沙运海有点意外 单凭非法批地 和少数干部的不连接行为 可能最多只是撤销 县国土局局长之类的职务 或者加上分管承建工作的副县长职务 对于书记和县长这一层级 对于沙运海最想扳倒的于非 可能只能提出 给予党内严重警告 和行政计达过之类的处罚的建议 如果建议撤销他们的职务 或者是保留书记 只撤销县长职务 显然都过重了 县国土厅和监察厅领导 不一定会同意的 即使是两厅同意 也不一定会被休州市委接受 到时候周旋起来 还是落实不了 可不让于非离开县长这个职位 又让沙运海似乎难出恶气 因为警告一下 计个大过什么的 虽然会影响到于非的仕途 但是他县长还可以继续干 这在沙运海的眼里 叫做不疼不痒 反而会被于非和王子军笑话 这该如何是好的 这一天 沙运海打电话上于非 到他的住所毁灭 对于非说的 梁木县非法批地的问题 已经查清了 涉及的面积较大 恐怕你这次有了大麻烦了 我真是于心不忍啊 于非不明白他的意思 难道他会同情自己不成吗 该我承担的责任 我理应承担 你不必为难 于非泰然应日 法纪虽无情 但毕竟不是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 沙运海走到于非坐的沙发旁 傅神说道 只要于县长肯居尊 我会向省厅要求从宽处理 而省厅也会向休州市委 提出从宽处理的意见 你的县长还找当了 于非一愣问道 居尊 沙处长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沙运海一笑 你我本是无怨无仇 只不过是因为我老婆王子军 才生过和谐 咱们在北京医院还打过一架呢 这口气我还是没有咽下 如果你现在肯跪在我的面前 让我剩一下这口气 我保证你不会有很大的麻烦 否则 否则什么 于非一听后火了 站起身来指着沙运海的鼻子说的 沙运海啊沙运海 我以为这几年你成长了成熟了 没想到你是小人得志 国家的法纪是你用来报私仇的吗 不错 我现在还不想离开县长这个岗位 因为县里面有很多工作 等着我去推动去完成 但是我绝不会为了保全这个职位 丢掉做人的尊业 记住了沙运海 有什么手段就使出来吧 我犯了错 党计国法能治我 但如果你敢胡作非为 我相信也能够治得了你 这个时候 门口似乎已经咬人了 但是于非还在继续斥责 不信 你就等着瞧 看你最终会落个什么下场 说完转身离去了 门口站着来 是省监察厅的那位副处长曾新明 来找沙运海说一点事 刚要进门便听到了于非的怒骂声 然后见他怒气冲冲地出了门了 曾新明问红脖子红脸的沙运海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啊 于县长火气那么大呀 沙运海两手一摊说道 曾处长 你都看见了吧 于非指着鼻子在威胁我 他说假如这一次他要是被扯了职 他不会放过我们的 曾新明气得把桌子一拍 这也太不像话了 竟敢威胁省调查组呀 要从众处理于非的意见 在与曾新明达成默契之后 沙运海还是决定去试探一下 休州市委的意见 如果休州市委书记和市长 愿意全力地配合 那么提出从众处理于非的意见 才可能不受到阻挠 至于自己的顶头上司五营军这方面 他决定继续施压 一定要促成国土厅和监察厅 形成撤销于非职务的建议出台 众所周知的原因 休州市委书记中学林 对性格耿直的于非一直很头疼 沙运海有心要治于非 他自然是乐观其成 哪会为于非说一句公道话 因此于非的命运 似乎已经牢牢地掌握在了沙运海的手中 这个磨刀霍霍 一向是于非为仇敌的人 会如愿以偿吗 沙运海近乎变态的报复行为 让王子军感到越来越绝望 虽然王子军早知道 沙运海并不是真心地爱着自己 他们的结合只是 沙运海功利主义的场合 但由于母亲的离世 王子军认为 丈夫无所依附 必将带来婚姻的解体 但却没有想到 竟然有了相对平静的纪念 平静的生活 对于王子军这一颗破碎的心来说足矣了 因为他实在是太累了 失去了爱情 再失去亲情 他长久疲惫地守候在母亲的床前 精神已经是不堪重负了 所以只要沙运海不再对他太苛刻 他愿意与他平静地生活下去 然而沙运海给王子军的平静 只是暂时的 沙运海只是需要 在相对平静的家庭环境下 积蓄一种力量 为他腾出精力 在家庭之外建立了 与吕宁乡的牢固关系 并借此达到了仕途上的目的时 也就意味着这种平静生活的打破 王子军当然不明白这些 当时只会觉得 沙运海一心在事业上 早出晚归甚是忙碌 后来却一下子又把精力转向了自己 将他与于飞那点破事旧事重提 极尽折磨之能事 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 失去平静生活的王子军 怎么也弄不明白 丈夫那复杂的心态 直到最近 听到沙运海强迫他 做爱时说的那句话 我知道 虽然表面上不说 但是心里面其实挺瞧不起我的 告诉你吧 我马上就是副处长了 再过一段时间 当个处长也不难 到时候 于飞那小子就平静了 这才终于是王子军明白 沙运海几年的平静 只是在腾出精力升他的职 或者说是在谋求升职的同时 避免后院起火而误了他的大事 可当他一旦实现了 与于飞平起平坐的梦想后 他便要爆发了 言语的刺激和讥讽 床地间的暴力和折磨 让王子军深感绝望 那虽然缺乏爱情和温暖 但却平静的生活 终于无法维持下去 就在沙运海下到梁牧县 调查非法批地一世的日子里 王子军想了很多 既担心自己难以脱离沙运海 又担心沙运海会向于飞公保私仇 但他却总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有时候王子军很想打个电话给于飞 说说他的忧心和担心 但一想到那一晚 遭到于飞老婆的痛骂 以及后来被拒绝接听 他就放弃了打电话的念头了 虽然他知道那次被骂并拒绝接听 可能并不是于飞的本意 但至少说明他是逾其不欢迎的人 至少说明他与于飞联系 会伤害到另外一个女人 所以他一次次想要打于飞的电话 又一次次地放弃了 忧心也罢 担心也罢 他其实又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既惶惶于自救 又对正在接受调查的于飞 提供不了什么帮助 所以打通电话也是陡然 想到这一点 于飞只是对着漆黑的夜空 向着若隐若现的昔日晴朗的影响 抱以长长的叹息 后来听回家的沙运海得意地说 于飞这一次是在劫难逃了 王子军的心简直是纠成了一团了 但他又不想求丈夫高抬归手 因为那样可能会进一步 增添沙运海的促意 从而更加激怒于他 怎么样 一旦失去你妈妈的关照 于飞就快撑不住了吧 没有你妈妈的关系 我沙运海也有了今天的地位 还能够治一治愈飞 王子军没有就此发表任何意见 只是待他得意完后平静地说道 沙运海 你现在也风光了 解恨了 那么能不能给我一个清静的生活呢 坐在饭桌上的沙运海 边嚼着菜边说道 给我闭嘴 小二个人清静啊 可我不说忍不住啊 王子军放下了筷子强调说道 我要的清静生活是指 我们俩离了吧 我不想每日上也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经历不及 活得太累了 沙运海停出了嘴 看着王子军 像不认识他一样 看你表情这么严肃 是认真的吗 沙运海问道 王子军不想吃 仰头望着天花板上的吊灯 你倒是说话呀 沙运海将手中的筷子和碗 朝着桌上重重的一发 当然是认真的 我已经铁了心要理了 王子军冷冷地回了一句 铁了心要理 沙运海的怒火 蹬得就生得起来 指着王子军说道 以我沙运海今天的地位 再娶一个漂亮的老婆 根本不是难事 但我偏不理 偏偏让你和于飞 永远没有机会走到一起 哼 说着他还站起了身来 拉出似乎要 打王子军的架势 王子军吼道 你想打就打吧 反正都被你折磨惯了 你 沙运海扬起的手臂 还是放下来 我干嘛打你 你长得这么漂亮 我不忍心打呀 我要留着慢慢地享受 然后拖着王子军 就往卧室走了 这一次王子军没有再留恋 但出人意料的是 沙运海在完事后 呜呜地哭了出声呢 边哭边说道 我为什么要娶你 我何苦要娶你啊 我究竟得到了什么呀 王子军 王子军目光呆滞地躺在床上 身体为他冲击地痛楚 一阵阵的喜来 也没有让他皱一皱眉 他像是与自己的肉体玻璃 孤独地灵魂随风飘荡 我为什么要娶你给我带来了什么呀 王子军 除了痛苦 你什么也没有给我 真是可悲呀 沙运海坐在床上不禁痛苦失声 都是因为于飞 有了他 我得不到你死去妈妈的半点体血 有了他 我根本得不到你的真心 幸亏老天公平地喊 学飞要败了 要彻底地败在我的手里 沙运海苦苦笑笑 然后又是一支借着一支地抽去了烟雾 直到迷幻的烟雾 吞噬了那张已经扭曲的脸 省国土资源厅和省监察厅向休州市为市政府提出了以下处理意见和建议 撤销梁木县违法审批用地的批文 将以填土而没有建设项目的863亩土地 退回原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复更复律 对再建或以建且符合建设用地报批条件的1250.5亩用地 由梁木县国土资源局依法处罚后 重新申请办理农地转用审批手续 几于梁木县县委书记吴义群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几于梁木县县委副书记 县长于飞撤销党内职务 行政撤职处分 几于梁木县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钱生成党内警告 行政既过处分 几于梁木县副县长卢仲睿党内严重警告 行政既大过处分 几于梁木县国土资源局局长魏天松 副局长张永峰撤销党内职务 行政撤职处分 几于梁木县新城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汤承恩 撤销党内职务 行政撤职处分 两厅在提出处理意见时 和九州市委市政府进行了沟通 意见基本趋于一致 唯独在对于非的处罚上存在较大的分歧 九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胡俊杰认为 对于于非的处理明显是过重了 于非发展一方经济的主观是好的 而且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虽然在执行国家政策上出现了偏差 但并不是不可以挽回的 加以纠正后 仍然可以实现健康平稳的发展 他还认为 要适当宽容改革者 保护基层领导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其他市委市政府领导 也都表示撤销于非的 党政职务的处罚有些过重了 希望能够给予他改正错误 继续推动梁武剑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